欢迎大家收听 都是爆笑收真小说 我是妖怪我怕水 作者沙米王子 主播虎狗飞小小肥 第192集 露王在书房里面 和我暗沉了半天 主要呢 都是说绝对不可以将他的身份 说出去之旅那些东西 如果不是就死路一条 还有呢就问了我关于吕伊悦的东西 我跟他说了 说吕伊悦明天就会走的了 啰嗦完之后 他挥了手赶我走 看来对我来到这里 虽然就不是十分之反对 但是就非常之厌恶的 我下了楼撞到花姐 跟他说了 我一会儿会在这里住一晚的 在他很热情的安排之下 我开始住下了 哎呀 在客厅的时候 你敢对黄先生 真是大胆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黄先生会大发雷霆 在一间房间里面换衣的时候 花姐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小口小小的说 啊 没什么的 就觉得他太囂张而已 对东场美态度又这么差 所以就玩一下他了 看来你都挺关心东小姐的哦 只不过这些说话 不要让黄先生听到啊 告诫了我一番之后 花姐从衣柜里面找出了一套衣服 递给我说 这些呢 是少爷以前的衣服 好像都没穿过的 很干净的 你换住先啊 等明天一早 你的衣服就会干的了 哼 这些衣服是黄思恩的臭小子的 我当然是不喜欢的了 不过啊 没办法了 唯有将就一下呢 在黄家的大浴室到 洗完凉之后 我换过了黄思恩的便装 拿着手机出来看看时间 啊 才九点啊 好多早啊 好无聊的 在家里走来走去 黄道和他老婆 已经回房了 不知道在这儿搞什么了 整间屋虽然大了 但是很少人的 我想去找东旭没玩的了 结果 一楼走了整圈 都找不到他 我在这儿想了 他是不是已经回房了 刚好 从客厅的落地玻璃窗那里 看到东长眉就在外面的花园里 黄帝在花篮前边 静静地在看着前面的花 我来到落地窗前面 看着东长眉 不到两米的距离 看着他的侧面 他默默地望着花的眼睛 包含着难以言语的游和 漆黑的背景之中 是很美丽的鲜花 他整身白裙 好像冬日里面的白长眉 那么漂亮 这份天静 好像月光披霞在大地上 静静地守护着 直到永远 我仍然 我仍然视着他 一点都不觉得 时间在无声地留下 似乎他感觉到我的存在 东长眉的目光 突然从花篮里面的花 转移到旁边的落地窗 窗后面 就站着我了 我望着他 不知为什么 我嘴角向上扬了 笑了 而他对于我的出现在这里 觉得有点意外 慢慢地站起身 望着我 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 大家都没出声 但是 一定已经用眼睛交流了很久了 过了一阵 我轻轻地退去玻璃窗 我就开口才说 你很喜欢的 他有点恶然 我指着花篮里面的花说 你是不是很喜欢的花 东长眉的额 那才低头看着地上的花 慢慢地说 喜欢 我很喜欢 最喜欢的了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说三次 我数数头上还塞着头发画 你这么喜欢的话 那我下次来的时候 摘几多花给你了 你一见 我那里种了很多花 还开了很多花 我还打算开回家花店了 东长眉 他轻轻地摇摇头画 不用了 如果把花摘了下来 就算很漂亮也好 但是看着摘下来的花丢借 我个心会觉得很难过 但是就算不把花摘下来的花始终都会死的 虽然是这样 但是如果摘了它的话 那种感觉就好像杀了一条生命一样 如果等花安静地度过盛开和衰落 那就算花的生命很短 那它短暂的一生都没有遗憾 花又怎么会有遗憾呢 算了那些诗人那些世界 我又不明白了 东长眉他这么善良 一定是对所有生命都很珍惜的了 他还看着花篮里面的花的 我转移话题地说 你呃好像是个歌手是吧 东长眉他望着我点一点头话 嗯 接着他有一点吃惊地问 你不知道啊 我有一点尴尬地说 呃不是 我只不过好像是没听过你的歌而已 好像没听过 可能听过了 忘记了了 哼 这样一定是一件好伤人自尊的事了 畅畅他也是一个很出名的歌手嘛 见到他的表情越来越复杂的样子 我觉得啊 唉我简直要自杀借罪才行 呃 那啊 总之机会难得 啊 这位姐姐仔 现在唱回首给大爷来听一下 表情好鬼苦劫的东长眉 听到我这么说之后 犹豫了一阵之后 叹了一口气话 唉 我真的失败啊 我连望摇着双手童的话呢 唉 绝对没有这种回事啊 你这么成功 怎么可以说一下失败啊 只不过呢 我这个人一向都没什么品味的 一般又不是怎么听歌的而已 绝对不是你的问题来的啊 他敷了一口气之后 他问我了 唉 唉 你真的要听我唱歌 东长眉 他眉笑着看着我 瞳孔里面 好鬼明亮啊 面上面带着笑容的表情 也都好自信啊 同平时的他 带着好不尋常的味道 似乎认定了我 一旦听到他唱歌之后 立刻就会成为他的粉丝 拜到在他的白群之下 这样他肯定是很开心的 连这么任性的目当青 都会成为他的教徒啊 我可以想象到 他内心是有多么有趣的 我坐下 盘着双脚 眉笑着地看着东长眉 唱啦 我现在就是你的听众来的 东长眉 他笑了 但是 立刻又在那里想起身 要唱什么歌呢 不就唱你最喜欢那首歌咯 东长眉他想了一会儿 跟着他决定了些什么 以前一直都不知道 自己最喜欢哪首歌 不过现在 我大概知道是哪首了 嗯 那是哪首呢 密忘我 密忘我啊 那应该是一种花的名字啊 东长眉 他眉上眼 双手捧在空前面 满怀心情地在那里轻轻唱着 以黑幕为背景 微弱的星光为舞台 花园里面那些鲜花为装饰 最动人的 都是他自己啊 他很优美的歌声 向了起身啊 啊 一定是很感人的 就是听着歌词 我都想象到 是一个多么悲情的故事 再配上东长眉 美妙的歌后 和深情的演唱 绝对会是一首 很好听的歌来的 但是呢 为什么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啊 心里面 连小小感动都没有啊 也都感觉不到 这首歌有多么好听啊 有没有可能啊 根本是没可能的事来的啊 一首歌唱完了啦 东长眉他眸大眼 双手从空前面垂低回 他只眼已经开始有点湿润了 看来是因为太过投入唱这首歌啦 银色的月光 灑在他身上 唱过之后是宁静 让他看起身更加美丽啦 他望迫我 就好像要从我的表情里面 看出我的想法一样 怎么样 唱得怎么样 他满怀自信地问我 好 好听的啊 一定是好听的 无论是哪方面都好 但是 我真的感觉不到啊 我听不出任何的感动啊 我犹豫了一阵话呢 好好听啊 但是东长眉望了我一阵之后 他十分之肯定地说 你说大话 哼 想不到他这样都看得出啊 可能是因为我的确没有表达出一些喜欢啊 或者是其他表情 不过 就算他这么肯定说了之后 还是不敢相信地望迟我 好认真地问 你觉得不好听 呃 都不是好不好听的问题的 是啊 是我根本就是 但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这个 绝对是会令人很误会的说法来的 东长眉 已经被我炸到 咔一声的了 可能他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作为一个很著名的歌手 那么深情地去唱一首歌 但是 我实际上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呆呆呆地说 没可能的 我都知道是没什么可能的了 你唱歌肯定很好听的 唯独是我啊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了 啊 你明白什么啊 东长眉 他慢慢转身 走去前门那里 那些背影啊 要多落坡 有多落坡啊 我连忙站起来问啊 喂 你去哪啊 他探探地回了我一句话 我想一个人静下 又是静静啊 静静究竟是什么呀 你想他干什么呢 东长眉 他都不理我了 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他的确是需要静一静啊 这个妹丁 又再一次被我欺负了 明明我不是故意的了 好像他和我在一起 都是没有什么好事发生的 看着他 他在转角度消失了 我好无奈地坐回来 望着天空的星星 想起那一手 密忘我了 突然间 我的视线变得有点模糊 我伸手抹一抹我的眼 蛤 是眼泪来的 无端端在这里流眼泪 为啥呢 我看着手背的眼泪在这里发牛痘 好久都没有出现过的阿芝麻 他就突然间在我脑海里面说话了 哎呀小青子呀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阿芝麻的声 疲惫无力 我有点吃惊地说 啊 你干嘛又出现了 我以为你已经消失了了 劳家在这里修炼人形 不过 看到这样的情况 劳家还是要中断一下 和妖皇大人说一下 你说什么 自作业不可活了 有气无力地 骂了我一句之后 搞到我有点不解 什么呢 什么意思呢 喂 出声了 不要在这里扮修炼 快去回答我 你知道什么 快去回答吧 无论我怎么问 他都没有反应 这人看来真的是一对修炼的人形 如果他修炼到人形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呢 密忘我 我是不是不记得了些什么呢 都是爆笑修真小说 我是妖怪我怕水 作者沙米王子 主播古狗飞小小肥 第193集 有一个梦 梦到在诸神黄昏的世界里面 我奇在是好像地獄的火焰之中 有一个很曼妙的身影出现我面前 我看不清他的样子 即是看到 原本跟我握得很紧的手 松开了 大火在燃烧着 把我和他吞没了 最后 只能够见到他的表情 很苦劫的 挖了挖口 说了些什么 跟着所有东西都消失了 如果有来生 如果有来生 突然 我从梦里面醒醒 睁大眼 看到的是王家的客房 窗外面 阳光明媚 以便是手机响起身的零星 看来是零星吵醒了我 不知为什么 我觉得有点失落的感觉 好想回到梦里面 我抹一抹面 啊 又流眼泪 是不是梦到什么事 好感动呢 醒醒后发觉自己 流了很多眼泪 啊 会不会好奇怪呢 好像是以前 梦到爸爸妈妈离开了我 醒醒后发现自己是流了眼泪 不过 刚才那个梦 产生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啊 珠神黄昏 我记得那天的事啊 天道无情 聖人 网顾创生 他好像高山那样在那儿站住 千年妖童 发出很强烈的红光啊 嗯 立众诗之颠 铁骨行长 心齿长眉 他说这些说话的时候 应该曾经是哭过的 是不是 千年生死不由得已 宿命尽头 燃烧云散 他就手一挥 天地的所有东西 全部都被火焰包起身啊 我愿唤醒群魔 套进诸神 诸神黄昏 为了某个人 就是背离正道 毁灭整个世界 亦都是无所谓啊 手机铃声 依然在响着 我反应过来之后 立刻爬在床 从床头那儿 拿起手机在那儿听了 诶 唉 好鬼眼睡啊 大概是发了一个 很漫长的梦了 醒了之后 特别没精神的 另一边 传来了 是黄幽好急的声音 不是吧 阿大 你还在那儿睡觉啊 没办法了 昨晚和东场 昨晚了整晚啊 什么啊 阿大 你和她已经啊 已经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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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什么 只不过是昨晚那个妹丁 哭了整晚 我怨了很久而已 你晨早流流地打电话过来干什么啊 说到正事 黄幽她忽然放下声地问我说 阿大 你是不是将今天女医月要走的事 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没不记得啊 等一会儿发开我房她的了 顺便收拾你们 哼 不用了阿大 赵仙人已经来了 在这儿和女医月解除封印啊 我好吃的 那说 赵毛极那条 他来干什么啊 我也不清楚啊 但是赵仙人叫你快点回去啊 似乎有什么事啊 不过呢 看来好像是来吃饭的 还有啊 女医月 似乎准备解除封印之后 马上就要走的了 你还是快点回来啦 如果不是 该不接送她的了 什么鬼呀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搞那么多事出来啊 我连忙翻身起床 跑回出房 走过几间房子之后 来到东长眉间房前面 很不客气地敲门话了 开门了啊开门 入面的女儿 快点和我开门了啊 敲了很久 东长眉她也没回应我啊 她会不会想不开自杀呢 直到一两分钟之后 房门才拉去了一点点 她又没露面了 那道房门 只是打开了几厘米 东长眉充满幽怨和很疲惫的声音 从来面传了出来 木冬青 我恨死你啊 唉 那些痛戒都知道的东西就别提了 为什么这么久才开门呢 你在里面搞什么 我轻轻地推了下门 但是那道门呢 就被东长眉挡得确实一确 不让我推开 不可以进来啊 东长眉 你有点紧张很急的 咦 为什么啊 难道你是拿税的 我恨死你啊 似乎啊 她又陷入了无尽的幽怨之中 不过这时候 我不有空理她这么多了 我站在门外面说 哎 拿着车匙洗一下 借你一部林保肩来用下来 我现在赶着回家啊 我不借给你啊 哎呀呀呀 还在发脾气呢 啊 那我就冲进来抢了啊 你又欺我 听起来 又要哭那样的了 不过呢 我现在真的很急啊 要不然 我的良心还是会有点点的 东长眉 似乎走回房里面的了 好快她又走回来 站在门后面 一只白白淡淡淡的手 从门那道伸了出来 手指拿着一串锁匙 啊 这些是全部的锁匙来的吗 你这么相信我啊 不怕我用来做坏事的吗 我接过了锁匙之后她说 麻烦了 下午我回来的了 不够 这两天都可以 哼 又真是挺好笑的 明明就这么生我的了 在这些事上 对我还是这么客气的 不过呢 如果想着这样 我就会同情你 这样是不可能的 我忽然间 又推开了小小门那 向着房里面 跌个头进去 大喊一声说 啊 我进来了啊 我保证呢 我不是因为想见到一下东长眉 可能没有穿衣的样子 所以才跌个头进去的 虽然呢 有时候连我自己 我都不信我自己的 东长眉 她当然不是没有穿衣的了 她是好地地的 穿上睡衣的 站在门后面 只不过呢 她头发是有点乱 眼睛呢 因为昨晚大喊一场 有点红肿而已 当见到我突然间 跌出来之后 她吓了一跳 很慌张地 遮住了面 一手很用力地 在这里推着门 说了不让进来了 东长眉她很生气 用力地推着房门 似乎是要把房门 夹断我伸进来的头 不过呢 她那些力 在我看起身 根本好像没有力 我一手按住房门 她肯定是关不了的了 我说呢 为什么不得声 我现在很臭样啊 啊 你在这里玩东西啊 经过昨晚 她的确是潮水了很多 但是如果说 她的眼睛窮了 她的头发有点乱 没有穿好看的衣服 那就代表丑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 还有好看的女人的吗 啊小眉同学 你现在好鬼死闻啊 你知不知道啊 如果拍张照片发上网 绝对一日之内 闻回全国啊 东长眉她有点怀疑地 睁大眼望着我 真的啊 哼 我这个人啊 从来都不说大话的 来 拍张照先啊 我拿出手机 打开拍照的功能 正准备拍张东长眉的照的时候 她啊 手忙脚连地在祭祀我啊 不准拍啊 哼 你说不拍就不拍的了 你当我目东青是什么人啊 我好鬼鬼畜的嘛 哼 你乖乖地听话 等啊 等啊哥我 拍回几张艳照啊 啊 不要啊 在东长眉双手的阻止之下呢 我还是拍了几张 好混乱的照 有时候呢 那些女人在某些场合之下 会变得和平时很大反差的 现在的东长眉 就打破了平时那份点整 急到啊 整个小女人的嘛 我干脆呢 单手就捉着她的双手 躲着手机 正面地 不停地在那儿拍东长眉 我的闪光灯啊 斩下斩下斩下 斩着东长眉 整副要哭的样子啊 不停地在那儿大叫 直到后来 另转面眉上眼了 我将她推了入房 推了上厂 哼 你们别误会啊 然后啊 我指指插插指指插插 不停地拍 逼到东长眉 整个人捐入屁斗里 这个时候 我先看一下那些照片拍成怎样 嘩 又真是好鬼死丑的啊 我特意地大叫的了 其实啊 这鬼这么可爱啊 在屁斗里面的东长眉 可没有形象地大叫话 啊 删掉它啊 删掉它啊 嘩 嘩 你真是好鬼搞笑啊 啊 啊 又是哭了 我是不是真的做得好鬼过分啊 我看下时间都不早了 不能够再这样了 我站在东长眉床边说 哼 刚才跟你开玩笑而已 其实啊 好鬼可爱啊 QT到鼻啊 又萌又美 不用担心啦 想了一下 我又改口话 啊不不不不 刚才是哄你的 其实里面 真是有很多好笑的照片的 所以呢 你以后呢 你以后一定要乖乖都听我话啊 任我虾才行啊 如果不是呢 我就将这些照片发上网 哼 我一点都没有掩饰的威胁呢 不过我自己啊 真是感觉不到 有少少良心的谴责的 沐冬青 我想杀了你啊 这么危险的说话 就不可以在你口里面说出来啦 好了 我走了 你慢慢哭啦 这个给你啦 我将三代里面一张纸条 摆在东长眉床头上面 跟着我转身离开了 那个 是凭借着我粗浅的画记 画出来的东长眉 因为昨晚饭在客厅里 只有一些简单的纸和筆 所以呢 就画得更加简陋啦 毕竟我搞了它 不做回小小事 果然是不行的 所以 我就用了两个小时 重复又重复地 画了出来 我已经用了全力的啦 除了东长眉简陋的画像呢 上面还写了些道歉的说话 真是很对不住啦 其实 在我心里面 小眉 是最温柔的 小眉 是最美丽的 小眉 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 小眉 她唱歌最好听的啦 当然啦 小眉 也是最好欺负的 我 乒乒乒乓地 下楼去找花姐 问她 要了我的衣服之后 然后捧着我的衣服上楼 路过东长眉间房的时候 房门 只是我走出来 虚掩的样子 我顺便向里面看了看 东长眉 她已经没有躲在皮斗里面了 也是坐在床头 拿着我画的那幅画 不断碰着嘴在那里偷笑 哈 她那个样子 完全是看不出被我自己哭过的 哈哈 哼 不哭就好了 我轻轻地关回门 走回客房那里换衣服 等等声下楼穿鞋 又跑到车府那里 开走了林保坚里 就在开出花园的时候 从车窗到 看着东长眉间房的窗口看过去 她站在窗前面 双手握着我给她的那张纸 静一静地看着我离开 这个情景 让我又想起 昨晚她唱的那首 密忘我 我停下车 从车窗上 迎望着她一阵 而她呢 也是静一静地看着我 明明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 但是为什么 现在好像有些很难受的感觉呢 我又不禁想起 一直在逃避着的回忆 那天沉入海底的我 说的那句话 她说 我最爱的人 是东长眉 但是 我现在对她 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更加不要说是喜欢 是爱了 我场场地出了一口气 我拿出手机 示威性地对着东长眉 吹了吹 激到她 估了抛筛 呵呵 这样就足够了 我开车离开了花园 向家里洗过去 感谢大家收听 都市爆笑收真小说 我是妖怪我怕水 作者 沙米王子 主播 古狗飞 小小肥 第194集 一进门口 我就见到赵毛吉 坐在椅子上 十分烧烧地 在吃包 而我家的早餐 一向都不会做包 这条老爷 在哪里有包吃的 我向着老神棍旁边 望了望 原来刘强东 都来我家 坐在桌面 好乞球地在看着老神棍 哦 从自己的早餐档那里 拿些包 准备用包来收买老神棍 是吧 然后 拜师学艺 是吧 虽然 我知道身为你的师傅 我 并没有教你什么 我也不怪你 但是 你怎么可以拜你师傅的仇人为师 你打算拍哪部电视剧呢 在整间屋子瘦了一眼 但 屋里面大部份人都在 黄思恩 和黄小仪 两个小伙子都在 就是呂姨月她不见了 别开正在和星爺坐在一起 吃烟的黄思恩和黄小仪 我好急地问 呂姨月呢 那条妹子啊 走了 赵母激 事不关己地在说 啊 走都不和我说一声啊 我伸了一句 从桌上那袋包那里 拿了一个塞进口 就好像在这里吃女医瘦 十分空惨 咬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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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她说她恢复真气之后 都要看见了你控制不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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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我是有点失落了 畅畅都是相处所三个多月的人 就算说不上是朋友 小小感情还是有的 阿玉仔 吃完一个包之后 我突然担个头 望着沙发在上面的霍玉 而他呢 正在和小鹿和兔女 在说得鬼死那么开心 拿着杯茶在慢慢喝 当我在这里叫他的时候 他很茫然地 担个头望着我说 什么事啊老大 你个狗头军师 吃都没东清一拳 我直撥过去 拳头已经举起了 准备作为擀衣被人吊在树上 和熬了几边的事 打回他一锅 明白了是什么回事啊霍玉 微微一笑 嘩鬼倾国倾城啊 在我离他不到半米的时候 他的脚 突然好像长了一样 一下子踢到我脚背那里 哎呀好痛 即时我失去了平衡 拳头都打空了 整个人 扑了沙发霍玉的怀里 啊 好柔软啊 还有一点清香 我从来都不知道 霍玉的身体 感觉柔软啊 感觉呢 整个女仔那样啊 我省大眼 发觉自己 躲在霍玉的怀里面 被他啊 似乎有点惊喜的笑容 看着 这个姿势 简直就好像热戀之中的女人仔 过了很久之后 回到家见到的丈夫 忍不住飞泊过去 好鬼甜蜜啊 不过呢 我好鬼死荒啊 你不是啊 我觉得 你都不可以说 这些是好鬼死鸡的 哇塞啊 霍玉他随时都可以变成一个 经过京城的大美人的 尽管呢 我真的一点都没见过 整百多二百集呢 他都还是男人那样的身 都没变过美女的 霍玉 他好有心意地 躲下头望着我一眼说 老大 我们还是第一次这样啊 啊啊 什么啊 什么啊 突然 一只大手 将在那里口窄的我 从霍玉的怀里面 拿起来 双脚都凌空啊 我拧着面 见到的 个然是石大山的面 他看起来 面色真的很差啊 阿大 不用提了 不用提了 我知道你在这里嫂子了 不过 你随时打我一下就算了 好吗 我伸出手 禁锁石大山的肩膀了 阿大山 不用提了 我什么都知道 如果你还认我是大哥 我給你兩塊水,你不要殺我啊 他似乎就一點都不在乎我的臭錢 將我拿到另一邊放下就算了 和霍玉坐在一起 看來很擔心我又一個不小心撞到霍玉那邊 真的,我明明我又不是雞的,我為什麼這麼心虛 周圍那些傢伙看到這樣,一個一個都在偷笑 我灰溜溜地走回餐桌 在趙無極和劉強東之間,找了一張椅子坐下 我又拿起一塊包在這裡吃 蛤,劉強東家裡的包又真是不錯 我是不是應該資助一下,幫我開一間包店呢 我瞧了一眼趙無極和黃絲欣 又瞧了一眼劉強東說 為什麼今天來了這麼多不應該來的人呢 劉強東,他很老實的 我和大師兄都是趙先人叫來的 我都還不知道什麼回事 黃絲欣他說 公司還有很多事 老坑有什麼事你快點說吧 一會兒我還要上班 就算他對著一條無極說話 但是他的眼睛一直盯緊沙發對面的青岳和兔女 蛤,死性不改,鹹鹹濕濕濕的目光 令到青岳立刻拉緊他的衣服 而兔女呢,好驚地拉緊青岳的手 看到這個情景,我都忍不到了 一塊包又飛到黃絲欣賭 不過呢,這傢伙自從開始修練之後呢 能力真的提高了不少的 那麼簡單的偷襲已經是不成功了 他隨手一拿,摺住了包 還跟著把包遮給旁邊的狗哥 狗哥也不客氣 不停在那儿咬 黄思印他周实眉头问 师父 就算你刚才被人笑的时候 我都没笑你 你拿个包扔我是什么意思 你看我的女儿 还严重过笑我 青岳和兔女 整面都红了 兔女就低头不说话 青岳就在那儿望着我 黄思印他车了一声 好不舍的 听我妈妈说 师父你昨晚来我家住了一晚 还将小眉搞到整晚都在那儿哭 哦 整间公呕了一声 个个都在那儿议论纷纷 狗哥呢 担着个包说 嗯 呦 禽兽 星爷说呢 我一走就知道他是个人渣来的了 黄幽他说呢 啊 还整天打着专程的旗号 刘强东我说呢 啊 男人啊 霍玉我说 男人真的不是很晚 石大山说 我不是好像木东青那样的男人来的 啊啊啊啊 青岳好悲愤地望着我 黄小姨啊 青筋都爆了啊 打牙齿齿的 好像想把我撕碎一样 其他东西都不说了 霍玉和石大山你两个什么意思啊 你两个不是男人来的吗 解释了一番之后 他们才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我还是清白这个事实 而黄思欣呢 就已经被人打到蹲在地上了 我开口问啊 喂 老爷 这个时候你来这里有什么贵贯啊 我不信你都没多开饭时间过来吃餐哦 这些不是你风格哦 这里的包好吃啊嘛 这个死老爷 还在幽灾犹灾地在这里吃着包 没回答我说话哦 看他这么囂張的样子 我觉得不能让他吃得这么开心的 是时候放大招来消灭这个渣仔了 我呢 昨晚在摇摇摇的时候 里面有一条虫在那儿啊 这招大招一出 不然在灾牆一印 咬还是收真者 个个都面色大便 跟我和赵木极坐在一起的刘强东啊 刘强东啊 更加是刹那之间 被强大的神秘力量冲击到飞了起身啊 差点淡到大门口坐下了 刘强东啊 啊哈 好个变态啊你 但是呢 老神军 不愧是老神军 受了我一惹之后 竟然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仍然在咳咳声吃着包 你看他 那些包皮多白暖 那些肉汁多鲜暖 赵木极他说呢 有什么奇怪呢 我便不给了四天啊 我出来那些啊 大把虫在这儿捐来捐去呢 我受到了来自老神军十倍的神秘力量的震撼 非照目击一招打飞在沙发上 担着兔女儿他们说 你这老爷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我纯记的世界被他摧毁了 清岳 好为难地听我双手话 绕黄大人你没资格敢说 正所谓就是城门失火 殃及池雨 在场所有人都因为两大高手对决 而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在大家一参埋怨之下 我和赵毛几千正经经地坐下 但是就没人再敢坐在我们身边 说了今天来到底是什么事 是大事 什么大事 好大的事 到底有多大 好大好大好 我立刻拿一构砖头真的砰 会拍到桌上 赵毛几这样才静静静静地在这里说话 再过一个月 仓魂门就举行五年一届的舞斗大会了 我准备叫你们参加 大家都没反应过来 我想都不想就问 打赢了有没有钱的 没有啊 那我不去了 赵毛几有点无奈的 你又答得几个死爽快 好奇心好强的刘强东 他远远地问 什么是舞斗大会 赵毛几他倒了杯茶 一边喝一边说 创魂门作为收贞界之首 每五年就会举行一届舞斗大会 参与舞斗大会的 都是那段时间里面收贞的新人 通过舞斗大会 认识一些收贞的新手 各门派之间互相交流 因为本来收贞者不同门派 又或者是没有门派之间的人 很少会进行联系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舞斗大会 更多的 其实就是收贞者定期展开的大集会 也都晒一下仓云门派之首的地位 哦 屋里面就像场场地呱了一声 看来那些妖怪里面 很多都不知道这个舞斗大会的存在 在场场地呱了一声之后 刘强东跟我一样 问了一个十分之关键的问题 那赢了真的没有钱的 没有的 刘强东站在场角度很不舍的 嗯 那我才不去 赵毛激用手指敲一敲桌 哎 语气十分之鄙视嘛 喂喂喂喂 年轻仔做事 不可以整日看着钱的嘛 这样对你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树立不好的 我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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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三个以收贞者新人的身份 黄思欣就说了 我对妖族的复兴没什么兴趣啊 刘强东他说 好斗大会 就是整班人聚在一起打架啊 受了伤好痛的啊 我又怕死啊 我不参加啊 喂喂喂喂 那你这么怕死 以前还做古惑仔啊 赵毛激 他又是沉默了一阵 他只眼睛一转 再次笑口细细的 整只老狐狸的 好狡猾的望迟我们 我忽然间觉得 有股危机感啊 立刻又想起 最开始 在公园的时候那晚 他就是用这样的眼光望迟我的了 将我照了入 复兴妖族这个无底深渊之中 线缘一锅又一锅啊 感谢大家收听 由彗星文化 红达以太共同出品 暖暖有星诚意制作 我是妖怪我怕谁 欢迎各位订阅点赞 评论转发